溫差大不只会对心血管造成威胁 也会影响到肺功能 台北医学大学最新研究显示 剧烈的单日天气变化 会让空气品质恶化 让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 更容易发病或者是恶化 而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 长期下来也会让肺功能变差 全球气候日渐异常 单日天气变化更剧烈 最新研究发现空气品质 会随着温度异常而变差 因为气流滞留 导致空气扩散效益差 让PM2.5浓度提高 台北医学大学医学院庄孝奇教授 对国内930名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 进行横断性研究 发现每日的温度或相对湿度变化大 就会造成患者呼吸困难度提升 跟短暂肺功能下降 而对一般民众来说 其实也会有负面影响 因此医师建议遇到极端天气变化 或空气品质恶化 就要提高警觉 包含注意保暖戴口罩 并减少外出时间 在室内可使用空气清净机 全球气候变化难以控制 但仍可尽力减少环境对个人造成的负面影响 谢谢你夜灵翻演特别了